大家下午好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计算机科学系的课程简介 我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坐冠球博士 我是计算机科学系的副系主任 我也是这个课程的课程总监 以下我用30分钟的时间 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课程 在宏观角度去看 学习什么 好了,我先开始 好,大家对于ICT或资讯科技 可能有些背景 所以大家才在这里 想看看计算机科学是学习什么 第一件事就是 学了IT、计算机科学之后 出路是有很多的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 杂志 我们可以看到计算机科学系 ICT的出路也是很好的 我这里选择一个特别的杂志 因为我想可能比较多中学生会看这个杂志 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 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 TOP10是最热门流行的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都发现了很多个都是跟IT有关 例如 有数据分析 营工智能 大数据 数码市场 都是跟IT有关 所以在大学这边 其实我们跟学生去谈计的时候 已经少了 就是说 其实IT我不懂的 我没有背景的 不適合我的 多了同学问 其实我知道IT很有用的 但是我怎样有一条途径 可以入行呢 是不是很难的 我怎样可以学到IT 已经是在香港这个环境 IT是很多工作了 这里是我在香港的一个工作的搜索 工作的一些平台 随意地去搜索 发现有很多跟IT相关的工作 所以我想 家长也好 学生也好 都能了解到IT的出路 但是 这边就是IT的出路那边 而是 进来IT这一行的情况又怎样呢 这里有一个数据 我在香港考试局找的 发现 今年里面 有五万个DSE的考生 这样报导了ICT的同学 其实只有五千多人 刚才我有问到 这里在座有多少同学 是有读ICT的 其实都相对多 其实出了这间房间之后 会发现 其实只有10%左右的同学 是读过ICT的 但是外面的需求就这么大了 而是 入来 入行的同学 不是太多 其实这个 现在我们听的这个课程简介 Bachelor of Science 正正就是有一些 不是太多IT背景的 但是 香港亦都需要IT的人才 我们怎样可以做一个convert 是由一个 并不是一个ICT背景的学生 一个年轻人 出到来 他可以贡献ICT这一行业 这个program 正正就是 fill in 了这些隙子 让同学 由一个门路去入行 好 很横观地看 IT其实很多同学都说 也挺难 是的 是难 但是我们有一条路径 可以让同学在四年里 读得好 首先 我们的课程设计 我们是参考了一些 是国际认可的一些推介 例如IEEE ACM 所以其实如果在香港 八大院校 或大学里面 看computer science 相关的课程 他们都会是 参考了这些 international standard 这样的 都会有一些 是foundation 的课程 例如是 Networking Operating System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 电脑 在这里 其实IT就是无缺不在 黑色的箱 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 线路 也有 Data Structure 这样 好了 这样就是 应有的foundation 的课程 我们也有的 好了 这是一个 专业的课程 不是说 我们说是专业 就是专业 在本地的话 是有 香港工程师学会 是认可的 过去七月的话 也有 香港工程师学会 的同事 过来 想看过我们的课程 那是我们 取得了 reaccreditation 本身我们已经是 工程师学会认可 再来看过 那我们继续延长 这个认可 这个课程 这是对于 我们的学生 有关的 因为有一些 例如 Nistic Company 上市公司 他们是要求 有些训练 训练 让他们的员工 可以达到某些水平 他们有个要求 是 那个毕业生 一定要在 Hong Kong IE accredited program 里面 才会花时间 花金钱 去训练 这位同事 所以这是 相关的 好了 那么 这个 program 我们有四个主子 很多字 很难看 看Keyrex 第一个就是 Foundations 就像刚才说 ACM IEEE 有一些是 基本的科 我们假设 我们的同学 未必是有ICT的背景 有的话 当然会学得快些 在第二年 有一个良好的IT的根基 例如 Programming 就是OS Database 这一类 还有Mathematics 就是 我们希望同学 至少有一张刀 出去的话 它是有竞争力的 IT 始终很大 很空泛 例如 我们想在AI 那方面 是进心的 在三年班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 自知智能 这个专业科 另外 香港 始终都是财经 金融 比较多 所以有时候 都需要一些人才 去 我们叫做 Information System 一个平台 帮大家去做 买卖 专业 我们也会有一个专业科 是做 Information System 这样的 三四年班 就进心下去了 第三个主题 就是Program Solving 很多同学 就会觉得 Combus Science 就是学Coding Coding是有的 但这只是一个工具 之后 我们想用这个工具 去解决一些问题 一会儿 我会给大家一些例子 究竟什么是解决问题 这样 这个会我们是三年班 四年班 用很多时间去做 因为Coding 其实不需要一定是 一个Bachelor的Degree 去学Coding 其实有些是自学也可以的 但有些是比较高级 少论论思维 那些 就需要在大学里面 大家一起去研究 或者稿论 去学习 Program Solving 是我们第三个主子 另一个就是 最后一个就是 我尝试 看看会不会 令到麦克里 不要经常有一些 奇怪的杂声 好 那就是 Communications 那我们是需要 跟我们的老板 我们 Times 去 不好意思 试试 试试 好 那需要去沟通 那这个情况 就会是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拿回的项目是做什么 我们呢 去预送一个什么的解决 之后呢 我们就会拿到一些什么 那我们说话呢 是有一种是风格 有一种格式的 那可能呢 那你现在 可能你听了这个 试试 简介 听了五分钟左右 你会发觉 这个讲话 其实说话 也是有一种格式的 那我们需要训练 那这样 因为其实我们谈的时候 跟我们 有点是我们能不能够 可以做成这些生意 或者能不能够 去弄到一个 这样的软件 出来 去符合我们的客人 其实是有关的 所以呢 Communications 亦都是我们其中一个 是训练的 一个主子 好了 这样呢 这里呢 就是我们课程 的一个 训练 用一个形象化 看上去好像很复杂 但是不需要担心 好像之前那张照片 这样呢 我是会 啊 将它 啊 抽离一点 小小 这样 让大家可以容易一些 这个呢 四年里面 我们的学生呢 就会读 某部分的课 这个图呢 是由下边看上上高的 那么 年一的时候呢 就是读灰色这些科 那进来大学呢 他会读一些 是 University Core 中文英文 这个社会对大学生 是有一个要求的 中文英文普通话 有一个程度 那么我们确定 我们的学生 是能够达到那种程度 也是对科学 有一些了解 Physics Champ Biology 和Mathematics Computer Science 当然 那些3Elective 那就是第一年 当然有Computer Science的科 那要在这一科里面呢 是读得比较好 这样一年之后 就可以选 是Computer Science 做它的Major 好了 那这里呢 大概是二年班 三年班 这些深蓝色的科 这样就是那些Foundation 的科 基本上呢 每一个Computer Science的 curriculum 都会有这些科 例如是Networking OS Data Base Manager Sofire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提到是做一个资讯的系统 那今天可能同学呢 都会去了不同的简介会 那BBA 也有一个IS 也有Information System 那 Computer Science 的Information System 有些不同的 那我们的学生呢 就真的会是 落手落脚呢 真的会 我们叫做 设计的系统 是真的设计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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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个A A 的话 就是做一些Data Analysis 这个就是A 那这个A 那接着呢 就会是有一个 Interdisciplinary 的一个Concentration 叫做DMC 那这个是我们 和新闻系呢 一起去合作的Concentration 因为可能呢 大家也会留意到 这么大的新闻系 都是比较出名 可能大家扭开电视 看新闻的时候呢 都是我们的私人 在那里 报道新闻的 那现在呢 报道新闻的方法呢 可能已经不同了 过去的话 可能要是 约别人去做Interview 打招呼 这样去写一些报道 那现在的话 可能我写个program 在那里转 看看明星呢 有没有更新他们的blog 有的话呢 我就可以下载 就可以写到 写到新闻了 那所以 屯媒去找新闻的方法 不同了 亦都需要到技术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我们和他合作 一个中文的专业科 好 这样呢 就是这里很简短的 讲了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3 year 4 这样 那这个就是课程的简介 这样就开始介绍一下我们自己了 那 大家可能留意到 咦? 这么大呢 可能和某些大学 相比呢 那个规模好像小一点 这样 我们就不会说是 全部东西都会做的 我们有些是焦点的 那 例如我们在AI和Data Basis 里面 那我们是 做一部分 的 areas 我们在这两部分 或者这几部分 里面 是做得好的 希望做到顶尖 那 那我们在Data Basis 里面 是个数据也是相当高的 那是AI的话 是37 那在另外一些角度去看 那我们的教授 那在一个比较是客观的一个 一个数据里面 是Stanford 的一个数据 那看一下我们的老师 他们的研究 出来 那是有给多少 其他的科学家去引用的呢 那这样 那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的教授 是在世界里面 是 top 2 percentage 那这样 其实也是有很多的 那可以反映到 其实我们是 有些 focus 的 area 而我们在那些 area 里面 是希望做到非常 非常之那么好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 我们是 UGC 是 教资会 是 sponsor 的一个 院校 这样是 政府是会看我们的研究 那也是看完研究之后 会有一个 有一个 评估给我们 这样 是我们只是看我们的研究 出的 那个 quality 看那个质量的话 那我们在香港是排列一的 那当然 那也有其他的院校 其实有两家 跟我们的分数 是相当接近的 这样 那但是 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因素 那是看我们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 那个 quality 品质是有保证的 好了 那再尽心一点 去介绍 这样 那好了 AI 和Data Basis 都还是有少少空泛 那 例如这里就是一个例子 那我们的教授 会是有兴趣做些什么研究 那这样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教授 是 劉教授 这样 他是看一看 是 COVID-19 他的传播的模式是怎么样 那样 从而是可以 是给一些 推荐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社会 要重开的时候 怎样重开是比较安全呢 那样 那就拿了些数据 分析 那然后就把 那些 我们的病人 或者是 那些 数据 就分了不同的群组 分了是 社会背景 根据社会背景来分的 家居 学校 工作的环境 公开的环境 还有 这些病人的数据 我们将它分了不同的 age group 看看他们的 传播模式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讲到 是 怎样是重开会安全一点 那样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咦?现在就是在讲这件事 那这个研究呢 其实是在两年前 我们教授已经在Lanser 那里发表了 那当时是COVID-19 刚刚爆 开始有Quarantine 那我们教授的比较有 前瞻性 就去分析这些数据 那样看看pattern 那样是 可以 怎样是 当真是要重开的时候 我们可以 怎样去安全地重开呢? 那这就会给大家看到 有些例子 究竟我们教授 是有兴趣 是做了些什么的研究呢? 比较是跟社会有关的 那这里就是一个 Health Informatics 的一个研究 那我们另外还有 一系列的研究 是关于是 数据安全的 那这些是因为 今天时间的关系 那我就没有办法 可以在这里 介绍给大家听了 那好了 那这样呢 那这样呢 刚才就介绍了我们教授的研究 那这样 另外一边 那我们学生呢 是进来之后 那他是会 我们怎样可以 是 令到他可以带他入行的 那这样 那这里就是 另一个我想展示 的一些 资讯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是我们 一个叫做year one 同学的一个lab 来的 一进来的时候 他是science的同学 JS2510的学生 那他很多同学呢 进来 人生第一次 寫曲句子 寫program 那我们希望以一个 比较具体一点的情况 可以 帮学生去 去 建立信心 和可以写到 那这里的program 是做什么呢 就是一个学生呢 他是 去 program 一个公仔 这个公仔呢 是做一些动作 可以认得动作 那当 program 认得动作之后呢 这样呢 就会令到这架车是动的 这样 同学呢 就用三个小时的时间 去学习 这个是python 那有些同学呢 就是做design 的动作 有些动作呢 就是design 到非常难做的 不要紧要 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他的同学呢 是要做出来的 这样 做完之后呢 他就可以在画面那里看到了 其实 帮个公仔穿衣服呢 都是其中一个学习的过程 是很具体看到那些program 那些code 那个效果是怎样 不会说很虚无缥缈 看到很抽象 这样 那 同学在这个lab 里面做完呢 他是很多 大部分 大半 都可以是在一两个多分钟 就可以把车走完这个圈一次的了 那另外我想提示一点点 就是 因为很多同学都是刚刚入行的 那样呢 我们这个lab 里面都有不同的老师 在那里 例如是有讲师 有指导师 有学生帮助 就有些师兄师姐在中间 就带着大家走过这个过程 因为一年代 大家可以想象 之后 就会是 当然有些比较正规的一些 computer science 的训练 那慢慢我们就会 拿开 拿开一些师兄师姐 或者拿开一个指导师 那样 那学生就慢慢自己 就要自己去学习了 那这一科是一科 一科 那是介绍上 computer science 重要的 的 的 的方面 是 是有些哪些 那这样 那这里是做一个3D modeling 那同学呢 就要在year 1 拿到一个 certifactory 的一个成绩 这样 在一个C grade 至少C grade或以上 就可以报 computer science 这个major 那有同学呢 那这个grade 是未达到C的 那样 但是也想 讀科技术 那这个是有些困难的 因为之后的科目越来越深 那样 那所以在这一科就要讀得好 那 那 好了 这一科学了慢慢带进去做IT的一行 带寫歌 有师兄师者 有指教士 去带着大家 那接着上到三年班的时候呢 那这样就同学呢 就做一些group project 同学互相之间去学习 因为有些是可能学得快些 有些学得慢些 有些表演好些 有些写报告好些 大家互相去学习 那这里呢 同学就是 是form group 的形式 去帮NGO去做一些平台 这里就是做一个是 帮病人去收费的一个APP 一个平台 那这样 那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那他们还会帮其他NGO去做 例如是体操 香港体操学会 那他们也会帮体操学会去做一个平台 登记那些 那 那 好了 做完group project之后 那大家可能就会想象到 下一步是一个 什么的project 就是同学 读多面 一个人做一个project 这个就是find year project 第四年了 那这样呢 我没有办法去go through 那些细节 但是呢 可以给大家去感受到 读完四年之后 一个同学 他究竟可以做到些什么 的呢 这样 这里就是一个学生 就跟一个教授 这样的 那这里呢 就是做pattern recognition 那大家可能也有手机 拿出来的时候 发觉呢 手机其实可以trap 住那个 主题的 那这里 有趣的地方 就是怎样可以trap 更加快 更加准 可以做到这些 这样 另外 smart home的话 大家有smart watch 其实 generate很多 data 出来的 怎样可以帮到日常的生活呢 例如老人家他在家 走来走去 他有一些我们 叫做tri- trajectory 的 data 那我们可能是 由这些 data里面 看到呢 老人家永远走进去厨房的时候 就会零射慢的 那这个就是个有用的资讯了 其实就是这里呢 有一张桌子 加上它要转弯 那这个资讯就是 应该要rearrange furniture 要是移开桌子 这样 资料是有很多 但是怎样有一个system 可以是给予一些有用的资讯呢 这个位置可能家里是需要去留意一下 走到这里呢 零射慢 那这个呢 又是另一位同学呢 他是可以读完之后呢 去做出来的一些分析 好了 另外一种分析了 这个呢 自然的语言准备 大家可能是 COVID 的时候 也有上讨论区 会打一些留言 那我们可以看那些留言呢 然后分析了里面 究竟 现在是 香港的大众 现在觉得很愤怒 很忧伤啊 很担心啊 很optimistic 很乐观 是怎样呢 那我们可以做一些analysis 去分析下那些字 字女行间是什么的意思 那这个也是一个 最终的项目 那当然了 也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些的 做一个app 那我理解到 为什么同学会做一个这样的 最终的项目 就是他毕业的一个项目 我相信呢 找工作是非常容易的 现在很多公司呢 都需要人才去写app 那这个呢 同学就做了一个app 可以帮助老人家 是处理他的医疗的资讯 资讯 好了 那这样呢 好 最后这个介绍就是 同学当然可以做research 跟一位 professor 做research 那这里呢 就是做一个是怎样 由一些照片 去把3D model 去画出这个 就是一个 computer graphics 的一个project 那也是近日呢 是拿了奖的 这个project 那就是 介绍到这里 这里呢 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印象 这样的学生 是一步一步的 在四年里面 是入IT这一行 那老师也会带着大家 也有不同的同事去帮忙 那我们也很鼓励学生 是可以是在 除了take courses 上课之外呢 是去有多些学习的机会 经验这样的 例如这里呢 那就是 如果希望和其他 国籍的同学有交流 那这里呢 这位同学呢 就拿了一个奖学金 那我们济大学生 都经常拿这个奖学金的 那就是去海上学府 去一个学期 那在架船上高 有不同国籍的学生 一起学习 也挺有趣的 他的情况是因为 在海上高 他的Internet Connection 是比较弱的 他需要衛星 那些才可以 去年度 所以 是相当有趣的 一个外出学 在课室以外的一个学习 那 这里呢 就学生去到植谷 去感受一下 创业的气氛是怎么样呢 那这个是我们的部门 我们的大学 都有经济的资助 那也是 另外就是 关心社会 是COVID的时候 大家都躲在家里 那怎么样 可不可以有些解决 是令到大家在COVID里面 是容易一些过 那样有个设计 的一个workshop 那 比较特别的就是 我们会有不同 各籍的同学 会在一起 去谈一些解决 那 这里呢 就有台湾 和有 日本的 那 到最后 这个就是 Researcher 那这位同学 是做一个 Research Oriented 的FIP 那他的project 是被一个国际会议 是接受了 那他是去到 澳洲那里 是给一个 presentation 那我们的部门也是 支持学生出去 既然这个是你的工作 那希望你可以去那里 去发表你的研究 那有很多这些opportunities 的 好了 另一方面 那样 就同学是 去到不同的公司 是做实习 现在在IT 也有一些是奇葩的 现在有很多时候 在工等人 现在是很需要IT 的人才 所以其实是 公司是比较希望 我们好的学生留住 留在公司那里 久一点 internship是短一点的 internship通常都两至三个月 这样 placement的话就是一年 通常同学都会跟我们的老师 讲怎样去rearrange 他的study 是可以令到他去到placement 或者长一点的intern 这里是有些不同的有趣的工 例如在 accounting firm 那里做data analysis 或者是 HSBC 在银行里面做 这里 下面就是不同的地方 这个是上海的中安银行 这边就是意大利的一些 IT的公司 有一批同学 去那边 深入的时候 去感受一下 另外一些国家的IT的状况 这样的 希望大家也有一个印象 这个课程也有很多不同的component 有科目的 有在学科室里面的 有科室外面的 那么 部份 和大学 都有不同的奖学金 希望鼓励同学 去取得这些机会 这些机会 例如是 好的同学 这样 入到来的时候 就会有个奖学金 再高年班 也会有奖学金 大家可能看到 这个数目小 那么多 因为高年班 其实我们已经是 会推荐他们出去 拿一些外面的奖学金 所以校内的奖学金 就会少了 这个是多数我们给二年班 刚刚转行 进来IT 都不错 我们会鼓励他 再好一些 那就出去 出去外面 去尝试去拿奖 这样 也都是 有些就不是 单单是计 大家考试的分数 的 例如服务社会 做义工 我们有个叫做 anormalized scholarship 这样的 好 那 有些 scholarship 是for research 的 例如去外国顶尖的研究所 去跟别人做 research 这样 这裏可以 COVID之前 可以掌握到 部份的机票和酒店住宿 这样的 有一些是加拿大 贵一些 那些 scholarship 会更大 这样的 各方面都希望 鼓励到我们同学 是做得更加好 这样的 好了 过了几年之后 我们都有 我们的同学 回来 他们都去了 一些很好的公司 那里 例如有Google Facebook Oracle 也有同学 读完PhD 在我们社会里面 做讲师 也有的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minimum requirement 我们是JS2510 Faculty of Science 那 我没记错 我们是有200多个位 所以 都比较值得 把它放高一点 minimum 是很容易记的 332233 看两科Elective 如果同学是 有ICT 也有很多同学 有ICT 如果是拿到五星的话 那其实我们 都会收你进来 是Computer Science 就是year 1 如果是一个不小心 刚才讲的 科科 COME 1005 逐续讲句 炒了 但是你因为DSE 其实考得很好 那我们都会 收你进来 Computer Science 那这个包括Math 始终Computer Science 和Math 是相关的 好 那 还有记住 这个是minimum requirement 这样 就是最低的要求 那我们收身 通常都会是 就不止这个minimum requirement 那 好了 刚刚和大家介绍的 就只是这个program JS2510 是Computer Science 那我们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也都会在其他program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没办法可以介绍 这样